謝謝各位記者朋友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記者會的題目是抓到了 抓到了這兩位高官黨民接買疫苗 罔顧全民健康權益 這兩位高官是薛委員部長沈榮軍副院長 首先請輝洪泰輝委員 謝謝總召、蘇記長跟孟凱委員 我來幫大家回憶一下去年年中以前所發生的那些事情 我記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時候我是國民黨團的總召 我們知道在前年疫情爆發以後 東陽的董事長林全開過記者會 說他可以買到BNT的疫苗 好像是三十塊左右 三十塊左右 三千萬金 結果被行政院被陳時中打臉 最後說給他兩百萬劑 然後他要扶植在前年就講了 要扶植國內的疫苗 後來又團出了 立法院無姓委員的介入 各位都這次一開始發生的事情 郭台銘 郭台銘 要捐五百萬劑的BNT 這個事情大家都很清楚 最近有一個前媒體人 黃先生講說 看到 他說郭台銘寫給 寫給 蔡英文總統的信 裡面提到 2024年不去選總統的類似這樣子的文字 還會一直往下彈 我們也知道 慈濟最近他的營業事業部的CEO出來講了話 他說慈濟買疫苗 有很多人 包括官員 包括工商業的代表 都紛紛的告訴他不可行 我們也知道陳時中 陳時中 在立法院 或者是在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都說 買不到 那個時候講 買不到就是買不到 這些話我想 我們聽的都記憶猶新吧 都記憶猶新 國光山曾經也提出來 他要買五十萬劑的 美國的江森的疫苗 因為江森江森也通過美國的EUA 也被打槍了 後來也就無疾而終 今天我們要談到 待會我們總召會講的非常的詳細 有證據 有資料來顯示 就是工商團體 工商團體 工商學進會的 林伯豐 林伯豐 不是林伯豐 林伯豐 跟一些朋友 他們要買兩百五十萬劑的疫苗 BNT的疫苗 捐給政府 在送件的前一天 當時啊 當時 紫耀署說 你要送件 疫情指揮中心說 你要送件 按照程序來 你要送件 他們之前 有沒有到總統府 去面見總統 跟總統談 其實都有新聞報導出來 後來他送件的前一天 薛瑞元 當時的次長 現在衛服務的部長 就介入了 就把他們戳掉了 這個些事情 在當時 我個人跟鄭立文 我們都非常的清楚 知道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的細節 就麻煩我們總召來跟大家 來報告 謝謝 謝謝 會委員 這個是 九月十一號的 行政院發言人 羅秉成的講法 因為實際說 政商大佬欠退 捐疫苗 行政院說 沒有官員主黨 報導以事實不符 我要跟大家報告 羅秉成是 政府的發言人 竟然公然發佈假消息 羅秉成假設在胡亂花園 我們不排除 提出 告訴 昨天 王必勝也講 政府 黨疫苗是 選舉操作 亂七八糟 亂講 我們就拿出證據來 這個是我整理出來的 政府主導民間 捐證疫苗的具體案例 尼捐證者是工商協進會 尼捐證的疫苗是 兩百五十萬劑的 BNT 接洽的時間是六月間 聯絡過程是誰 是我 協助 聯絡 衛福部的過程 6月15號 洽詢衛福部 企業要申請 輸入疫苗條件跟流程 6月17號 我安排工商協進會的秘書長 范良栋 要去見當時的次長 謝瑞妍 請教細節 來 這個是我跟衛福部 國會能不能的解讀 6月15號 又打電話給他 他就給我回覆 報告委員 BNT疫苗 已召開完專家會議 建議有條件通過 但需申請人 補齊製造廠的資料 與原廠授權書 他傳就給我說OK 後來他又傳了 有八大條件 包括執行計畫書 供貨騎乘有效期限 原廠授權書等等 他傳給我說了解 那之後呢 初步瞭解之後 我就 工商協進會 希望我安排 范良栋秘書長去看薛次長 那 好 6月17號 國會聯絡人 給我的資料 他回覆說 報告委員 薛次長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他瞭解工商協進會的理事長 范良栋先生會去找他 不是理事長 是秘書長 我說OK 後來 6月18號 我就在打電話問問說到底 安排了沒有 他打電話去還沒有接 他就打呼我 報告委員沒有接到來電 請問有什麼 問題 我就跟他講 薛次長一直沒有給工商協進會時間 麻煩吹一下 謝謝 結果之後 就沒有下文 這個都在我手機裡面 各位要看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剛剛講的過程 吹他之後沒有下文 結果6月19號 工商協進會的理事長林伯峰 就接到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金的電話 告訴林伯峰 不要為工商協進會 找麻煩 不要為政府找麻煩 我要問問沈榮金 什麼叫不要為工商協進會 找麻煩 不要為政府找麻煩 所以這件事情最後是胎死腹中 無法簽證疫苗 供全民施打 確保人民的健康權益 這個都有剛剛截圖 可以做證 對於國民黨團 我代表國民黨團有三項要求 請沈榮金跟薛瑞妍 他當時是次長 現在是部長 出來面對 出來跟全民講清楚說明 為什麼 為什麼 要阻擋民間 購買疫苗來捐給政府 第二點 9月11號 政府還出來澄清沒有關聯主黨報道以事實不符 政府竟然 釋放假消息 還抹黑 抹紅 直濟 我們黨團要求 政府 請這個院 必須公開道歉 再講一次 政府 必須公開道歉 第三點 本件的所有聯絡過程 有時間 有地點 也有人證 也有物證 行政院 或者政府如有不符 歡迎提告 歡迎提告 本席願望 法律責任 再講一次 行政院 必須公開道歉 不然 總執行到了 總執行到了 不公開道歉 絕對不讓 蘇院長 進行總質詢 好 謝謝 接著請 門卡 副主席長 不要以為人民是健忘的 民進黨政府 不要以為人民是健忘的 去年 疫情來襲 沒有準備疫苗 而造成 上千名的國人 離我們而去 這一些部分 現在一一要解密 如果說當時 民間 團體 工商界 都願意 協助出錢出力 購買疫苗 補足政府的不足 補足政府的 衛超前部署 你民進黨的高官 憑什麼 剝奪人民生存的權益 憑什麼 不讓工商團體 去購買疫苗 我們看到 去年6月26號 就有這一個報道 講工商大佬 預購BNT 未果 府 總統府說 沒有打 勸退電話 裡面講 原本 綠營高層 勸退電話 但是 總統府 澄清 沒有打 所謂的 勸退電話 好 今天解密了 原來所謂的 綠營高層 並不是 總統府 總統府 沒有打 勸退電話 那 行政院呢 行政院的 副院長 省副院長 有沒有打 勸退電話 當時的 衛福部 次長 薛次長 有沒有 跟工商大佬 勸退 該說明了吧 報道 去年 6月26號 當時 你們用的是 一個話術 總統府 出來回應說 沒有打 勸退電話 但現在 我們的 總召 已經說了 原來 所謂的高層 並不是在 總統府 是在 行政院 請 沈隆金副院長 接球 職球 對決 就是如同 我們總召所說的 沈隆金副院長 有打 勸退電話 再者 我們說 不只工商 這個 協進會 要 購買疫苗 當時 八大工商團體 包括 我們也收到的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也收到的 中華民國 全國工業總會的 正式發函 是在去年的 5月31號 也拜託 全國 工業總會 及 八個工商團體 聯合 建請政府 協助 廠商 進口 疫苗 這是在 去年的 5月31號 也就是 三級警戒 疫情爆發的 兩個禮拜後 因為我們 記得 而去年是 5月15 開始 三級警戒 而 兩個禮拜後 5月31號 全國工業總會 也有發函 說八大工商團體 希望能夠 賤請 購買 疫苗 進口 裡面 甚至講到 當時的 5月31號 全台灣 施打 疫苗 人數 只有 1.6% 我們 當時 全台灣 施打 疫苗 人數 只有 1.6% 在 如此 危急 緊急 急迫的 狀況下 八大團體 要 協助 購買 疫苗 發給了 中國 國民黨 黨團 發給了 民進黨 黨團 發給 時代 力量 黨團 發給 民眾 黨 黨 團 所有人 都接到 這樣的一個 陳晴 跟 拜託 的 正式 公文 我們要問 為何 到最後 被打了 陳時中 這兩天 有專訪 說 當時 所謂的 國際 前課 那我們 要說 八大團體 是國際 前課嗎 工商 促進會 工業 總會 是國際 前課嗎 請 陳時中 當時的 衛福部長 好好的 出來說明清楚 沒有準備好 疫苗 讓國人 面對到 疫情 這已經是 非常不應該 如果明明 有疫苗 可以進口 民間願意買 你還刻意阻擋 那這叫做 間接殺人 我們要問 民進黨的高官 你們 擔得起 這個責任嗎 最後 不要以為人民 是健忘的 口口聲聲說 沒有擋 BNT 疫苗 我們還是一樣 再一次的 把所有 當時的 時空背景 環境 每一天發生的 新聞 都列出來 這個 之前我在我臉書上 偷過 回想 非常的大 從 5月12 陳時中 宣稱 可以自行購買 疫苗 到5月14 陳時中 急轉彎 表示疫苗 要統一採購 等等 一連串 陳時中 前部長 前指揮官 現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 我們要說 不要以為人民是健忘的 你越想要模糊焦點 越想要人民 不想要想起這一段過去 我們越會提醒大家 這樣的一個大事記 我在這邊宣告 我們會用不同的方式 文宣品 印製在不同的版面上 我們會透過不同的形式 傳達給每一個想要了解真相的民眾 這全都是每天的新聞報導的 標題 結錄 全都是 歷史事件 我們只訴求一點 誰擋疫苗 誰不讓民間購買疫苗 誰沒有準備好疫苗 我們讓全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共同來評評理 看看民進黨高官 你們的嘴臉怎麼解釋 好 謝謝 接著請 李政委書記長 好 謝謝 總召 費鴻太委員 還有孟凱委員 我想各位媒體朋友 民進黨再怎麼也難 也 再怎麼野蠻也不能擋疫苗 還說謊 剛剛 我們總召特別提到是工商協進會 林伯鋒理事長 而我們孟凱副書記長 特別提到的是 全國工業總會 其實我們台灣非常多的工商團體 以及民間機構 去年都有很強烈的意願 因為疫情升溫 要協助載購疫苗 所以剛剛 孟凱副書記長 特別提出了 這是去年 我們工業總會發給 當兵黨才是信函 希望在野黨協助他們 打通這個關口 跟大家報告 來 6月14號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就回航給我們 國民黨黨團 跟大家特別報告 剛剛我們 總召特別提到 薛瑞元次長 而這一份文件 是陳時中指揮官 所回覆的 我們給大家看 他說 蘇院長 已經責成相關單位 建立服務窗口 企業的部分 由經濟部 王美花部長負責 民間團體部分 由內政部 陳忠燕次長負責 分別受理 企業跟民間的要求 但是 我們想要請教的是 你看 大家看 這是當時 陳時中指揮官的回覆 企業部分 是由經濟部 王美花部長 民間部分 是內政部 陳忠燕次長 來負責 但是 我們想要請教大家 現在 洋洋 傻傻 這麼多工商 介介跟團體 誰真正 進得了疫苗啊 誰真正 進得了疫苗 民進黨政府 真的有協助 這麼多團體 包含工商協進會 包含工統 包含職 當然沒有 所以我們說 再怎麼野蠻也不要說謊 這是去年 我們這個是剛剛 從 網路上揭露下來 5月28號陳時中部長說 復必泰事實上 是在中國代工的啊 分裝代工 分裝吧 5月25號 民進黨 的蔡培惠女士 現在要選 南投縣的縣長 他說 南投縣長說的 輝瑞 BNT 其實是由 中國代工的 復必泰疫苗啊 王定宇委員更猛了 5月22號 他做夢夢到 香港有一批 750萬劑 名為 復必泰 是中國復興藥 和德國 BNT 合作生產的疫苗 而這個疫苗又叫BNT 包含最底下的 連 焦糖啊 陳嘉行 都8月9號了 還在他的臉書上寫 還是有不少綠營支持者 與政治人物在混淆 賜聽 上海復興的復必泰 跟德國原廠的BNT 你們這些綠營的打手 你們都忘了嗎 這是你們自己講的話 我們想請教 薛瑞嚴部長 你在當次長的時候 剛剛我們 總召所提出來的 這些事情 難道陳時中部長 不知道嗎 是不是陳時中部長 不讓你 去接觸工商協進會呢 我們希望現在的薛瑞嚴部長 要還原當時的狀況 絕對不能船過水無痕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要求 整個真相必須還原 我們再次的提出來 包含現在綠營的特異 周玉寇女士 你們說 你說 實際是中共的自己人 有拿到中國大陸特許的利益跟照顧 那我想請問 鴻海的郭台銘董事長 包含台積電 都有在大陸有設廠有生產 難道周玉寇女士 你認為郭台銘董事長 跟台積電 也是中共的自己人嗎 現在為了維護陳時中 什麼話都敢講 真的什麼話都敢講 什麼謊都敢說 我們要求 這些綠營的側翼 跟民進黨政府一樣 跟這些我們民間的企業 以及善心人士 一定要道歉 這是最基本 我們再次的要求 包含周玉寇女士在內 你們這些綠營的側翼 罔顧了人民的健康 必須道歉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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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今天也有媒體用社論報導 到底詞之中論內有沒有涉及到參讀的問題 這個媒體也呼籲檢調要進行查辦 什麼時候媒體用社論再檢查 那竟然檢調都不動聲色 所以我們高度懷疑檢調必須依法行政 依法查辦 尤其高端 高端涉及內線交易 經訪會已經移送九次 不是一次喔 已經移送九次 現在地檢署沒有任何的動靜 沒有任何的動靜 我希望檢調必須依法行政 依法查辦 你趕快查 假設高端沒有內線交易 你就還給他清白 那竟然主管機關移送九次 為什麼不動聲色 這檢調也太誇張了吧 謝謝 我來補充一點 我在台委會 甚至在總質詢 或者是開記者會 在此地開記者會 講了很多次 要分兩段 第一個 前年十月份 高端送劍要徵支 結果第一次被駁回 駁回以後 外面就聽說了 有立法委員的介入 介入以後呢 隔了一個月 高端增資通過 通過以後 就要開始去 有人可以認購那個增資的股票 聽說有人見名 這些立委有人見名其他的人去增資了 那個時候的股價是28塊 增資以後最高飆到14倍 就是到400多塊 這都是40 中間有好多次 好多次 我的印象裡面 至少有五六次 異常的交易 舉例 他要漲了 在漲之前就買了 他要跌了 在要跌之前就賣 有九次異常 那個股票數 我諮詢過 那股票 交易量是異常的 交易量是異常的 在財委會 好幾位委員 我們好幾位委員 都要求 金管會要去處理 金管會說他們有移送 我就要請問一下 難道我們的檢調現在都姓綠嗎 難道我們的檢調現在都姓綠嗎 再講一遍 難道我們的檢調都改姓 通通都姓綠了嗎 綠色的綠 為什麼不查 居民檢舉的時候 立法院質詢要求是移送 軍管會也移送了 為什麼不查下去 司法是最後的一道防線 如果說最後一道防線被人民唾棄或不相信 這就是國家的悲哀 我想 國民黨團在這邊 我們再次的禁告 包含這些 已經讓我們覺得賭職的官員在內 還有剛剛我們總召以及費用太委員講到 金管會已經九次的移送 而相關的檢調還沒有作為的話 國民黨團 會積極的再次的來提告 相關的單位組織 我們不能讓剛剛 我們費用太委員所講的 假如這些機關也改姓綠的話 那我們就束手無策 我相信不是這樣 所以國民黨團一定會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包含繼續的提告相關組織 我們要為民眾討一個公道 好不好謝謝 市長最後問一個就是說 總統蔡英文 他今天也會去 新北這邊補選林佳龍 已經是六度清真了 那是不是很怕說 何宜會在2027選總統 那朱立倫這個主席是喊說 票投何宜成選林佳龍 是不是就算這個林佳龍落選的話 也是像主任他院長一樣當隔魁 這個是基本上 林佳龍 會不會選出之後 來接行政院院長 我們後續再來觀察 我們再來觀察 至於 至於 蔡英文要去複選 我希望 他不能用公家資源 進行相關的複選 謝謝